大家好,我是明白 这节课我们开始第六小节 统计列车时刻表 这节课我们也会介绍一个新的选择器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到浏览器地址栏 粘贴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表格 我们同样开始看这一列目标效果图 它将这个表格全部都下载下来了 但是这一列大家先不用管 步骤还是一样的 我只讲第三节 按inspect 我们创建seed map,seed map,create seed map 13月2日我们从地址栏复制粘贴 或车,create seed map add new select 我们id名车票 type 所以这个我们抓的是表格 我们就选table select 大家注意到这下面有一个两个三个 但是我们只需要选第一个 点击select 然后大家看 这个我们直接在我们鼠标移动到表格上 它就表格全部变率了 我们在这个随便点击随便等候位置 大家看我鼠标随便等候位置 我们点击 ok 它表格全部变红 我们点击down select 大家注意它后面 这下面这两个它会自动填入一些信息 我们不用管 multiple 选中 delete我们选2000 大家可以注意下面 它还会有一些列 这列的话它是全部默认都是全部选中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列下面这些列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些字段 这一列车次车次类型 如果你不想抓牡猎 就可以把那列给取消掉 默认它全部选中的 我们也全部选中 然后就直接保存 好 我们开始抓取 scrape start scraping 它弹出这个框 抓取框 我们等它抓取完毕 好 抓完 refresh 大家也看到抓取完成了 我们导出 导出 export 下载 火车3 我们找这个火车3 因为我之前抓过 所以有穷命名的话 它就会后面跟上EI3 我们用 稍等一会儿 NEMS打开 大家可以看 它每一列车次 列车类型始发站 始发时间 经过站 经过时间 重点站 大大时间 它都站下来了 大家注意 这两列 是NURL 没有抓取成功 但我之前 就是测试的时候 发现 不同的人 它这块 有的时候 我是这两列 没有抓成功 其他的朋友 可能是 这一列 或者其他列 没抓成功 Table选择器 就有时候 就是 会出现这种情况 某几列 就是NURL 大家先不用理会 它这些情况 后面 也会给大家介绍 一些方法 可以将它 全部正常 抓取下来 大家 如果 自己试着抓 这个网站的时候 会 如果发现 这两列是正常的 其他列 是NURL 也不用 就是 在意 这块先不用管 只要大部分 抓取正常 就可以了 有的同学 可能就 全部都正常 那就是 比较好 可能这和电脑 型号也有关系 这块 暂时还没有 找到原因 不过后面 我也会 给大家介绍 更好的方法 可以将 这些全部都抓到 就是 不分电脑 也可以全部抓到 OK 大家看 这块也有步骤 一二三 Multiple选中 然后点击表格体 点击当selecting 下面这两个 大家选项 大家不用管 它会自动填充 然后下面这些选项的话 如果你需要全部列都选的话 你就全部选中 它默认也是选中的 如果需要忽略哪列 就取消它就可以了 然后保存 XR文件 前两列都和以前一样 后面的话 就是 和网页一样 网页它有几列 它就会 这个文件就会有几列 还是 最后还是 我要啰嗦一句 熟能生巧 大家 要练到 不用看教程 就能扎取成功 下一节 会比较难 大家一定要把前面 练好 OK OK 拜拜